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推杆下杆的时候 我们的左手会有点送不出去 以导致我们的手腕很容易做一个扳转 所以在短推的时候或许还OK 可是到了长推呢 几乎用这种推杆方式是没有办法推出去的 于是球友大概都会用敲的方式 那么这样子的力道呢 一般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去准 所以握杆我们基本上 我们还是要将左手的食指外露在外面 然后让这个右手全部的套进去 这样子呢 以便于我们的左背的部分 能够有空间送杆出去 推杆的站姿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常看到很多球友 他为了要让整个重心非常的稳定 所以他把整个人都往下趴下去 事实上呢 这样子的一个站姿 趋度太多太弯的话呢 其实它是不利于肩膀的转动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推杆呢 其实我们是要利用双肩一个钟摆的摆动 那如果我们过度的整个太往下压 我们反而会造成只是用手腕 其实我们的肩膀是不易做摆动的 或者呢 是我们的身体如果是忽略了 而是让它只是这样直直的站 其实这样子呢 也非常容易只用到手腕 而没有用到肩膀钟摆的一个摆动 所以呢 正确的站姿 我们跟推杆是一样的 也是内侧与肩同宽 那么身体的曲度呢 大约就是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站姿 身体的曲度大概呈现 差不多是30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整个球位呢 以杆子来做一个计算 我们大概是在左眼之上 如果你太前傾 它就不是在左眼之上 或是你太直立 这样都不是在左眼之上 所以球的位置呢 也就是在中间偏左一点点 因为如果说你的球位太过于中间的话 你再挤出去的球呢 比较容易左盖 那么推杆的双臂呢 它跟挥杆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挥杆呢 是保持三角形 那么推杆呢 我们是保持五角形 所以五角形呢 并不是把腋下整个打开 因为这样子其实还是会动到手腕 这个腋下稍微有一点微贴 也不用刻意去把它夹紧 因为我看有一些球友 他会把它夹得很紧 其实这个都是有碍于整个肩膀 一个自由的一个转动 所以我们是很自然的 这手肘稍微放松 稍微微微的弯 保持五角形 那么在上肝跟下肝的时候 还有上肝 很多人都以为手要直 其实上肝我们的右手 是可以微微的 手肘可以稍微微曲 因为你如果这样直 你下肝应该会拿不打 会容易打到地 所以我们上肝呢 透过肩膀的摆动 右手会稍微手肘一点点围曲 然后保持一直线 然后下肝 保持力量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双臂 它还是保持五角形 那么有一些球友 他也会误会以为说 那我出去是要送肝 所以我把双臂整个伸直 那么其实呢 这样子会容易把球给打薄 没有办法很直接的stroke到球 其实我们常常问一些球友 就是说 那你推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他们常常会说不出一个 所以然说 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推多远 要多少的一个力道 以及速度 那我是应该在瞬间去加速呢 还是说我应该保持一个 钟摆的感觉 就是让它的这个力道 保持一个一致性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会比较建议说 我们是以弧度来控制力道的大小 也就是说呢 我们尽量保持力道动作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呢 用这个推干的弧度 来控制这个力道的速度 以及大小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推干 做一个量化 然后让它 我们熟悉这个力道以后呢 透过这个推干的弧度 来计算它的步伐 计算它的距离 这样子慢慢呢 你就可以建立整个力道感了 其实呢 推干呢 它也是一样要有节奏 我们刚刚强调的就是说 它的力道感要有一致性 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球友 它所发生的一些错误 就是说 它可能拿很大 然后是轻轻地敲下去 或者是说呢 拿很小 要整个用敲的 这就是用感感的 那事实上呢 推干当然你是可以凭经验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说呢 有一个固定的动作 然后有一个固定的力道感 这样呢 才能慢慢地累积你的经验 来建立你的感觉 我们常常呢 也看到许多球友 它在上下干的时候 它上干很容易将这个干面往外开 或者是往后拉 也就是说它上干的路径 已经不是直线了 所以它下干呢 大概也没有办法很直 以至于呢 产生这个方向性 没有办法能够让它呈现一直线 所以我们练习的方式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运用我们的推干的一个练习器材 来帮助我们呢 在这个挥干 推干的一个路径呢 能够呈一直线 我手边呢 这个推干教练器 我们将我们任何一种形式 或是长度的一个推干 我们将它套进固定的一个模式之后 我们用正确的一个握干方式握好 好 那因为呢 它可以调整高度 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说 我的站姿是会过低还是过高 就是你固定好 还有它这个有一个站姿的宽度的一个标志 所以你站上去以后 你的整个stands 还有你的pusture 你的站姿的曲度就非常的固定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整 好 那握干我们也握好了 然后因为呢 它这边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直线的一个轨道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的干面会歪来歪去的 好 所以固定好以后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修正 我们在整个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挥干的时候 我们的手腕会容易翻转 或者是说我们的肩膀很容易突出 以上这些错误 我们再透过我们这个推干的一个练习期呢 都可以帮助你能够做一个修正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推干的一个力道的一个建立 尤其在初学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初学者 他对力道感一点概念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必须给他做一个量化 那么这个推干的教练器 它上面呢 有一个固定的刻度 也就是说你在上干那下干的时候呢 都能够很固定的做一个正确 而且一致的一个弧度的一个摆动 所以呢它上面假设你是 一码 两码 三码 这一个短切的一个距离 其实就算你是进阶的 你已经打得很好的球友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种一码 两码都是一个 非常关键制胜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推干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教练器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去练习弧度的大小 来建立一个我们推干的一个力道 那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一些学员 他们在推干的时候 常常会推薄 或者是有时候会拿不打 不小心会打到前面 打到地 以至于呢 没有办法有产生正确的力道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推干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能够保持 我们的干头呢 都是在跟地面层平行 比较维持比较在低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这个推干教练器呢 因为它已经固定好了 整个一个推干的模式 所以它比较能够让你 很明显的感觉到 你的干头中心比较低 你会感觉到整个干头 跟球stroke的那种感觉 其实呢 无论我们是挥干 或者是推干呢 我们任何一个swing 动作都是需要做一个 反复重复一个机械式的练习 那么今天呢 我们谈到这个推干的单元 我们透过这个推干的教练器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呢 在肌肉产生一个 机械式的一个训练 也就是说呢 你每一次 因为已经有固定的一个轨道 一个模式在 所以呢 你只要去 机械式的一个执行 你会慢慢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肌肉记忆 这样子呢 你在挥干的节奏上 会比较慢 也比较会流畅 那么相信呢 下次我们在推干的时候呢 我们推干的干数 就会减少很多了 对吧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